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1月24号,欢迎收听TCMIC的DailyCNC News 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的每日新闻摘要,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动态 在开始今天的新闻之前,别忘了帮我们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每天早上就能收到第一手消息 现在,让我们快速浏览今天的五则新闻重点 第一则新闻,我们的焦点是科技如何为威尔士的制造业注入动能 从复合半导体技术的应用到智慧工厂的部署,威尔士正在以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 第二则新闻,带您了解NVIDIA与Microsoft的数位双生技术如何改变工业运营方式 透过结合3D模型与IoT数据,企业运营决策变得更加直观且高效 第三则新闻,聚焦Formnext2024展会的最新动态 Trumpov宣布扩展3D列应用履财 特别是在航空与汽车领域的应用,带来增财制造的新可能 第四则新闻,来自日本工具机市场的最新数据 亚洲市场需求强劲带动外销额显著增长 特别是中国与印度市场表现亮眼 最后一则新闻,探讨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Spot在工厂的创新应用 Nestley Perino利用Spot实现设备检查自动化 大幅提升运营效率并减轻员工负担 以上是今天的五则新闻重点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详细报道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 我们的主题是,科技如何为威尔士的制造业注入全新动能 让这片以山水闻名的土地成为制造业创新的热土 威尔士制造业在近年来持续聚焦创新与技术应用 成为该地区经济成长的重要引擎 例如,复合半导体技术正在快速发展 并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合作与投资 卡迪夫大学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 复合半导体应用中心,CSA Catapult 在四年间,创造了超过4700个工作机会 并为英国经济贡献了超过6亿英镑的附加值 那么,这些数字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 答案正是数位化工具的广泛应用 从生产线自动化到智慧工厂的部署 威尔士的制造企业正积极采用物联网 IoT和人工智慧 I技术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 还显著降低了成本 这样的变革让企业更有能力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 同时也在全球供应链中建立了自己的竞争优势 不过,科技的成功应用不仅仅依赖企业的努力 政府和学术界的支持也同样重要 例如,威尔士政府推出了多项政策 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升级 同时,当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与企业密切合作 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培养 这种产学合作模式 让威尔士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中独树一致 然而,挑战仍然存在 科技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投入 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可能会面临资源不足的困境 因此,如何进一步降低数位化转型的门槛 让更多企业受益是未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听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 您对科技驱动制造业的变革有什么看法? 您认为还有哪些技术能为威尔士的制造业提供助力? 或者,您的产业是否也在经历类似的数位转型?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观点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我们将带大家了解NVIDIA与Microsoft如何透过数位双生和IoT数据 改变工业运营的监控方式 这项创新不仅提升了效率 还让运营决策更加直观与精准 什么是数位双生? 简单来说 就是在虚拟世界中创建一个与实体设备或系统相对应的数位模型 NVIDIA结合其Omniverse平台 与Microsoft Azure合作 让这些模型不仅能呈现设备现况 还能通过IoT数据实现及时更新 这意味着工业操作员可以透过3D视觉化工具 远端查看生产设备的状态 性能以及运行数据 从而快速识别并解决问题 传统上 工业运营主要依靠2D图表和数据仪表版 虽然实用 但无法完全展示设备之间的关系或生产流程的全貌 现在 有了3D数位双生技术 运营团队能更直观地理解系统状态 实现及时决策和多方协作 例如 工程师可以模拟设备故障场景 测试解决方案 甚至提前规划改进措施 而不需要实际中断生产 这项技术还能提供其他功能 例如 一 加速问题识别与解决 透过结合实时IoT数据与3D模型 操作员能更快发现设备异常 从而降低停机风险 二 及时跨团队协作 无论地理位置如何 团队成员可以同时进入共享的3D环境 共同分析和解决问题 三 模拟和预测能力 利用数据与模拟功能 团队可以评估不同的运行场景 或测试新的生产方法 降低实验带来的实际风险 NVIDIA与Microsoft 还释出了开发指南与开源资源 方便开发者建立定制化的3D远端监控应用 这些应用透过 Azure IoT Operations平台串流数据 结合Omniverse Peak的GPU加速渲染 为工业企业提供即时 精准且高效的解决方案 各位听众 您是否觉得这样的3D数位双生技术能够提升企业效率 还是您认为它可能有其他创新的应用场景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想法 接着第三则新闻 我们聚焦于FormNext 2024展会的最新动态 来自Trump of the重大宣布 他们扩展了3D列应用铝材的范围 进一步提升增材制造的应用潜力 特别是在高性能行业中如航空 汽车和医疗领域 这次新增的铝材类型包括高强度铝合金 例如LC700万克和Skylmalloy 这些材料具备出色的强度与耐用性 同时保持轻量化特性 是航空航天和汽车制造中不可或缺的选择 特别是Skylmalloy 它是航空航天应用中最知名的铝合金之一 因其高抗拉强度和优异的疲劳性能受到广泛青睐 那么 这些材料如何应用于增材制造呢 Trump of 表示 新材料能在其TruePrint系列3D列应机上实现卓越的加工效果 尤其适合复杂几何结构的生产 这对于制造业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 因为它不仅缩短了开发时间 还降低了生产成本 例如 在医疗领域 这些铝材可以用于制造高度精密的骨骼植入物 确保坚固轻量化与结构强度 而在汽车行业 则能用于制造高性能的引擎部件和车身结构 有效提升燃油效率 此外 Trump of 还强调了这些材料的可持续性 由于3D列应过程仅使用所需的材料 大幅减少了浪费 符合当今制造业对环保的高要求 这次材料拓展也再次展现了Trump of 的技术实力 他们与材料供应商紧密合作 确保每款材料在生产过程中的稳定性与一致性 为用户提供最可靠的解决方案 听众朋友 您是否对这些新材料的应用感到兴奋 或者您是否期待这些材料能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并提升效率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分享您的看法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 我们关注的是来自日本工具机市场的最新数据 10月份的数据显示 日本工具机订单呈现显著增长 尤其是亚洲市场需求强劲 带动整体外销额大幅提升 首先 根据日本工具机工业会 JMTBA 公布的数据 10月日本工具机整体订单金额达到1225亿日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9% 这是三个月以来首度恢复增长 也是连续第45个月订单金额超过1000亿日元 然而 内需市场仍然疲软 内销订单较去年同期小幅下降1% 连续第26个月下滑 金额为334亿日元 而外销订单则大增14%至891亿日元 显示国际市场需求回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亚洲市场的表现非常亮眼 10月 日本来自亚洲的订单金额达到498亿日元 同比暴增63% 这是连续第7个月呈现增长 中国市场 因Eat核车用相关需求稳健 销往中国的订单金额增长49% 达到290亿日元 同样是连续第7个月增长 印度市场 更是以223%的增幅飙升至97亿日元 创下单月历史新高 显示出印度市场的潜力与快速成长 JMTBA会长道业善志特别指出 Eat核车用相关需求仍将是驱动增长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印度的半导体需求 预期未来仍有显著提升空间 然而 并非所有地区表现都如此亮眼 北美市场 包括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订单额下降 23%至212亿日元 已连续第3个月萎缩 周市场 订单额下滑9% 达到165亿日元 并且已经连续第10个月下跌 这份工具机订单数据被视为设备投资的领先指标 反映了未来制造业的生产计划和市场动向 JMTBA的会员企业涵盖了日本90%的工具机生产产能 因此这些数据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各位听众 您对于日本工具机市场的这些变化有什么看法呢 亚洲市场的崛起是否会改变全球工具机的供应链格局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与我们分享您的见解 那最后一则新闻 我们将探讨Nasley Perina工厂的一项创新技术 机器狗Spot 这项来自波士顿动力的技术 如何为制造业带来全新应用场景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Nasley Perina引入Spot 最初是为了解决工厂中繁琐的设备检查工作 例如 检查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厂区内四处走动 利用声学传感器与热成像摄影机检测设备异常 如今 Spot不仅能 自行巡逻 还能携带检测设备 收集设备运行数据 提供精准的异常报告 实现了设备的全面预测性维护 这一技术的应用始于2022年 在美国爱荷华州克林顿工厂的测试 该工厂作为技术试点基地 对Spot的运行进行全面评估 测试结果显示 Spot与IoT解决方案的结合 显著提升了工厂的运行效率 不仅降低了停机风险 还为预测性维护提供了更完整的数据支持 工厂员工最初对这项技术充满疑虑 特别是对安全性和食品环境的潜在影响感到担忧 然而 Nasley Perina采取了细致的沟通策略 让技术团队展示Spot的功能 同时明确说明这项技术的目的是减轻员工负担 而非取代工作岗位 这种透明的方式 不仅消除了员工的顾虑 还激发了他们对技术应用的兴趣 至今 Nasley Perina已在北美的15个工厂部署了Spot 并计划在明年第一季度前 完成剩余7个工厂的应用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 这项技术的投资回报期预计为两年 但大多数工厂仅用了一年就实现了ROI 显示出其高度的经济性与实用性 除了目前的应用场景 Nasley Perina还在探索更多可能性 例如引入振动分析功能 或搭配机械臂执行更复杂的任务 他们甚至与密歇根大学合作 研究更前沿的应用场景 让这项技术持续拓展其价值 各位听众 您是否觉得机器狗能为工厂自动化带来更多可能 还是对其应用有其他想法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与我们分享您的见解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Z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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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